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英国媒体报道 哈利在自尊中承认 他在阿富汗执行军事任务的时候 担任阿帕奇直升机的飞行员期间 击杀了25个人 哈利说他对自己在阿富汗执行的任务 既不感到自好也不感到收指 他还说消除目标就好像从基本上 吃了对方的一个字一样 对于这个披露 现在不单遭到恐怖 说他背叛了军中的同袍 还搬起石头摘自己的脚 英国的《太阳宝》5号报道说 曾经短暂担任驻阿富汗英军分割行动的指挥官 英国陆军退役的上架坎普表示 哈利在书中的评论 是背叛了和他并肩作战的人 同时 并且哈利说他自己并将塔利班的死者视为人 连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都要来蹭一下热度 塔利班政府的发言人 告诉英国的《每日邮报》知 当年的期指 现在在阿富汗执政 而逃回祖母宫殿的哈利 还在苦苦追究自己在皇室的定位 发言人并且用疯狂的字眼来形容哈利 另外 根据英国天空新闻星期四的报道 哈利在书中承认 他17岁就吸大麻 结果发言一点都不好玩 哈利还在书中透露 他和他哥、英国王子威廉 曾经要求父亲不要跟卡米拉再睡 而卡米拉现在是英国的皇后 在书中的一段 讲述了自己和威廉王子在2019年发生冲突 威廉曾经在一支吵架当中 扭打了哈利 使哈利的背部受伤 这本书中更加以哈利提到自己通过通灵 联系上逝去的母亲战安娜的故事 最为吸引人 哈利的申书Sphere 有被拖的意思 亦是英国皇室中作为第一继承者后保的用词 带有一定贬义 联书被认为是哈利离开皇室之后的报复 有着核弹级的内容 因此引起了英国皇室的紧张 但是哈利曾经表示 他的原意是希望能够和威廉回到过去 并挂念着两个人和父亲一起的时候 这位皇子在回忆录中 除了坦克威廉王子 海德王妃之外 还大胆他自己和父亲查利斯 继母卡米拉的关系 这本新书原定在1月10日正式发行 沃兰仍然枪炮声不断 尽管有报道说 駐沃兰的俄罗斯军队 已经暂时单方面停火 但是顿列赤克东部地区 仍然有枪击的事件发生 星期五 巴克莫特前线的两边都听到了炮火声 几个月来 这座基本被摧毁的城市 一直是沃兰东部的中心战场 据莫斯科的国防部说 根据总统普京的命令 荷兰时间上10点 整个前线的停火生效 但是北九之后 事实证明 乌克兰和俄罗斯方面都开了枪 不过 据发生时的报道 和前几日相比 强度有所减弱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乌克兰星期五继续炮击俄罗斯的军事陣地 而俄罗斯便遵守停火 习联司机总统办公室代理主任 桂莫辛科说 俄罗斯的军队仍向西部更远的 克里马托尔斯克派起了攻击 这个地区也是在顿列赤克 桂莫辛科在社交媒体上说 占领者两次用火箭 襲击了这个城市 一栋住宅楼被击中 幸好并没有人伤亡 莫斯福在乌兰比占领土任命的行政人员曾经表示 普京的命令只是行看俄罗斯方面的行为 而俄罗斯的占领区顿列赤克行政长官 普希林就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这并不意味着 我们不会对敌人的挑衅做出反应 普京星期四呼吁停火三十六个钟头 以纪念东正教的圣诞节 单方面的休战将持续到星期六的晚上 而乌克兰方面对此反应消息 说这个提议虚偽是一种宣传 扎连斯基认为 俄罗斯人想利用停火 向顿巴斯地区派遣部队和装备 阻止前进的乌克兰军队 而美国总统拜登 也对普京的动机表示怀疑 他说 我认为他正在尝试 尋找呼吸的空气 而联合国的秘书长 古达利斯就表示 他欢迎双方圣诞休战 中国的旅客仍然可以无掌外来何 荷兰卫生部长副白师 再次呼吁第一议员 紧急表决正式命名为 公共卫生法的冠状病毒法 这样做是因为因应中国的疫情 在解除了极其严格的疫情措施之后 导致中国的疫情感染的人数大幅增加 而荷兰采取相应的措施的时候 必须有法可依 但是 今天第一议员决定 不会终止优价 多个政党表示 不会在下星期回来讨论这个法案 换言之 荷兰仍然不特别对中国的旅客私人限制 因此 允许他无掌外来何兰 有议员甚至认为 如果立法要有依据 亦可以延引旧的更加立法 采取额外的措施 第一议员休会 至1月16日星期日 傅伯斯希望第一议员休会之后 尽快处理这个法案 这个公共卫生法 已经在12月中旬 获得第二议员的批准 但是 还需要获得第一议员的批准通过 根据傅伯斯的说法 法律对于能够 对来自中国的旅客 设置强制性旅行限制 是必要的 12月底 傅伯斯呼吁第一议员 加快通过正式名称 公共卫生法的法案 表决 现在定在1月17日进行 在欧洲的报警下 最近几天 多次讨论了 关于中国旅客入境限制的联合政策 例如 法国主张采取共同的方法 因为 即使一个国家实施检测的规定 但是基于新经的条约 旅客可以通过进入另一个国家 加以规备 昨天 欧盟成员国决定 采取协调一致的方式 强烈鼓励旅客从中国飞往欧盟支持 进行病毒的检测 并建议在从中国起飞的河板上 戴上口罩 以及随机检测飞机上的废水 这些都是建议 而欧盟成员国在公共卫生管理领域 会确定自己的政策 中国发布新冠诊疗方案 事行第十版 在宣布对于新冠进行传染病 月累月管之后 中国国家卫健委星期五发布 新冠诊疗方案 事行第十版 内容包括将疾病的名称 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更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以及不再判定疑似病例 增加抗原检测阳性 作为诊断的标准 不再要求病例集中隔离收治等等 根据中国央视新闻报道 中国国家卫健委和国家中医院管理局 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 事行第九版进行修订 形成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疗方案 事行第十版 方案指出 根据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 关于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 类管的总体方案 将疾病名称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更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主要考虑是随着病毒的变异 病毒致病例的减弱 感染人体主要表现为吸收、发热、喉咙痛等等 只有小部分的感染者会发展为肺炎 同时方案指出 将不再判定疑似的病例 和增加新冠病毒抗原检测阳性 作为诊断的标准 以及不再要求病例集中隔离收治 新方案指出 随着月累月管措施的实施 感染者可以根据病情救治的需要 选择居家治疗 或者到医疗机构受诊 而各类医疗机构都可以收治感染者 为此 新方案因时因势 调整收治的策略 不再要求病例集中隔离收治 此外 中国更将进一步优化临床的分疫 主要根据感染者病情严重程度 将原先的轻型、普通型、重型、危重型分类 变更为轻型、中型、重型、危重型 以更加符合临床的实际 此外 第十版的方案 还将中国已批准上市的抗病毒治疗药物 纳入新版的陈列方案 将未全程接种疫苗的老人 加入重症高危人群 将生命体征的监测 特别是正式和活动之后的指让饱和度等监测指标 加入重症早期移境的指标 中国科学家成批地去世 中国工程院总共拥有900名院士 广泛参加了三合大坝、高铁网络、天宫空间站等重点的工程 而12月15日至1月4日间去世的20名院士中 最年轻的是1945年出生的原子中专家李天初 最年长的就是1920年出生的著名的儿科医生张金智 曾经在新型核反应堆、稀土工程、 光尖研制、激光武器等领域 担任领军角色的几名院士 亦不幸围裂细细细的名单当中 而在过去五年里面 中国工程院每年只有16名院士去世 而2021年更是只有13名 不过中国工程院的网站 指列出院士的生出年月 并没有指出去世的原因 一名公职于北京某间大型医院的医生 对香港南华早报透露 中科院以及工程院院士 通常都有副部级优先医疗的待遇 但近期的疫情导致各大医院人们围患 院士们患病即使入院的时候 能够在医院大厅获得一张家床 已经是万幸了 最后看马云的消息 马云现身泰国的拳赛馆 阿里巴巴的创办人马云 时隔一个星期 在处在公开的场合 走进人们的视野 他被发现昨晚 延伸于曼谷泰拳赛馆观战 《泰国民族报》报道 曼谷的一个泰拳赛馆 在星期四举行的比赛中 中国富豪马云现身棺材 他似乎在贵宾区的地方 被人看到 和泰国全企的泰拳拳手 搬叉过招的姿势 马云上一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 还是上星期五 他时间一年通过视频 参加马云公益基金会的活动 马云公益基金会 去年10月30日 在微博发文表示 每年的今天相聚 是我们和老师们最默契的约定 2022年 老师们辛苦了 致敬每一位乡尊老师 你们的智慧乐观阳光 带给我们很多啟发和感动 基金会还表示 今天马老师全程连线参加 他和老师说 立白之弱 他从不缺席 希望尽快能够和大家在线下见面 马云在2020年10月份 在上海外滩金融峰会上 公开批评中国的监管机构 一个月之后 上海证券交易所 突然叫停了蚂蚁金服的上市计划 之后 马云就一度消息了 据英国金融时报此前的报道 马云已经在日本的东京 生活了近6个月 并且会定期前往美国和以色列 到处游览 好,今晚的新闻就报道到此为止 我们明晚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